在讲我们的重大的会员服务之前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 这个算是新闻吧 每年年终的时候呢 检讨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 当然美国也不例外 参议员Ren Paul 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参议员 他还有John Kennedy 都是我认为非常 不知道该怎么讲 你看那个Ren Paul 抢那个Dr. Fauci 还有Kennedy 抢那个Katanji Jackson 那个影片 真的是非常的好笑 非常的讽刺 Ren Paul在参议院 有很多的影片出来 就是呛那个Mitch McConnell 呛FBI的这个检察长 呛Bernice Sanders 他上个星期在国会 做了2022的年度检讨 他说有将近 Half of a trillion 就是将近5000亿左右 真正的数字是4820亿 是我们政府 showered ridiculously with our tax dollar 怎么翻译 就是九十肉铃的乱用我们的纳税金 使用在很蠢的东西上面 然后这个是你 呃我 就是我们这些普通的美国人 在承受40年以来 最高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 7块钱的油价 OK 有些州是5块美金的油价 12颗鸡蛋8块钱 我们现在全面进入这个经济萎缩的情况下 外加上美国目前的国债是31 trillion dollar OK 里面的报告 Renthal发现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国家科学基金 花了12万来实验 听好了哦 漫威2018年的电影 复仇者联盟里面的坏人 Thanos 萨诺斯 戴着纯金属做的无限手套 外加上6颗无限宝石的话 是不是可以真的打响指 就是snap 就是各位有看过那个电影的话 应该就知道 而且促成整个宇宙一半以上的生物消失 这不是在开玩笑哦 这个是在Georgia Tech乔治亚理工学院进行的实验 所有的费用由联邦政府支出 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们不需要花任何钱 应该就知道 那个是个卡通 那个是个漫画 而是个电影 不是真的 你给我12块美金 我就可以帮你回答了 然后他们要花12万来去做实验 做一个真的Infinity Garland 那个无限手套 不只是这个样子 他还发现了我们花了17亿美金 来去维持空的 没有使用的联邦建筑物 还有花了20万来买星巴克的咖啡机 不是不是 是Expresso Machine 浓缩咖啡机 给我们的Department of Defense OK 国防部要那么多咖啡机 那我来这边就先不要继续讲了 我们来听听看 Ren Paul在国会的报告 You would think that a looming recession spurred largely by exorbitant government spending would give this congress pause but instead of taking a minute to consider what a responsible federal government budget looks like we are instead placed behind the barrel of a gun forcing us to choose between letting government expire or blindly passing the 1.7 trillion dollar spending package that not only does not balance but in fact spends over 10% more than last year how does congress spend taxpayers money well here's just a few examples of how your government currently spends money we found that they spent last year 2.3 million dollars injecting beagles with cocaine 他没有在开玩笑 是的 我们的政府花了230万 把骨科茧打到狗的身体里面 这个是NIH做的事情 NIH就是Dr. Fauci的那个部门 那我想问的就是 这些动物保育人士呢 怎么没有去抗议 原因是因为 他们相信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他们全部都是左派的 他们全部都是邪恶的 狗这辈子大概都不会吸毒 结果被我们这些变态政府 就是要把毒品打到狗的身上 为了要实验骨科茧是不是有害的 我们直接看人不就好了吗 打骨科茧 吸食骨科茧的人 还很少吗 我们继续看下去 It seems that they were curious their researchers were curious despite the pain they inflicted on these dogs they were curious to know if cocaine causes adverse effects guess what read the newspaper read the news look at the addicts across our country you think you need to inject beagles with cocaine to know that cocaine's a bad deal $700,000 was spent to study how male parents attract their mate really we've got people who go hungry in our country we've got people that are trying to get out from behind poverty and we're spending$700,000 studying how male parents attract a female 就是 就是这些研究 都是为了什么 会对于就是我们人类有什么样的帮助 会让油价降下来 会治疗癌症 会降低通货膨胀 会提高生育率 会让我们的科技提升 避免被中国超过 会提升我们的GDP 研究这些东西到底能干嘛 有各式各样的东西 是我们可以研究的不是吗 例如像说 如何让半生不随的人 可以起来走路 医治小而麻痹的人 或者是 肤浅一点 如何让男生不要秃头 或者是像我这样子的矮子可以长高 如何健康的减肥 然后不用这么累之类的 我觉得都比现在这些政府拨款的研究有意义 结果我们的政府在研究就是 单亲家庭的父亲是怎么把妹的 我们花了$187,000 去研究 狗狗能帮孩子保护 当然他们可以 请有个狗狗狗 有个狗狗狗狗 有个狗狗狗狗狗狗 我们会保护 网狗狗狗 $187,000 没错 都是一堆一点用处都没有的研究 不知道研究出来之后有什么意义 不知道有这个样子的科学报告出来之后有什么用 但是很多的人不了解的是 很多这些东西是这些政客会去投资的 很多政客会透过这些政府研究项目 拿到很多钱 透过这个方式来榨取纳税人的税金 或是让他的朋友或是家人拿到这些钱 让他们那些没有什么用的朋友跟家人有工作 就像在纽约州的这个市长 Eric Adam 他让他的哥哥还是弟弟 就是brothers 原本他的这个哥哥或弟弟的这个工作 是在停车场的一个趴车小弟 OK 摇身一变 变成了纽约的deputy commissioner 纽约警局的检查总长 每年的薪水是242,000 我们看到这种官商勾结 鸡犬升天的东西到处都是 所以说这不只是政府在浪费纳税人的钱而已 来做一些很没有用的研究 或者是建设项目 这些东西是有绝对的利益在里面的 而且这些都是政府的人 不管是那什么大公司 还是个人 还是政府的税客 例如像说这边的 美国这边的制药业 农业 那些大公司的产业 花在他们身上的每一笔税金 基本上都是纯粹在洗钱自肥而已 所以很多的人会认为说 美国会怎么这么蠢 对不对 美国政府怎么这么笨 浪费税金 那其实不是的 每一笔政府的开支 全部都是在洗钱 全部都是官商勾结 就算是正职的 也有一部分是在拿来在官商勾结的 不只是美国政府 全世界所有的政府都是这个样子的 这些蠢事 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更好的理由 随便搞出来一个东西而已 然后就浪费纳税人的钱 最后 Ren Paul讲到了一个 一开始提到的这个 萨诺斯的无限手套 所以这个政府是充满着腐败 而且这不是去年才有而已 我记得欧巴马那个时候 就出来一堆数据 花了4 billion 40亿去调查说 为什么LGBT的人会得忧郁症 为什么他们自杀率会这么高 不只是美国 为什么全世界的LGBT的人都这个样子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直接的答案 一毛钱都不用花 总之就是 政府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的 政府是最差劲的投资者 政府都是无能的 无耻的盗贼 掌权者不在乎你 也不在乎我 他们不在乎我们的宪法 甚至不在乎基本的美德 这不是什么左派跟右派的议题 左派的政策绝对都是错的 右派的政策也常常都是错的 我们的观众常常会对于一件事情 太过于投入 例如像说什么 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 如果批评乌克兰的话 就代表我们支持俄罗斯 如果我们批评俄罗斯的话 就代表我们是支持乌克兰 No 我们不需要完全的服从 我们不需要完全的认同 或是同意任何的东西 我很爱美国 我很爱我们的宪法 美国还是这个世界上 最自由 最公平 最有道德的国家 我们把这些现在的议程 例如像说什么 变装皇后 同婚 堕胎 这东西讲出来 不是在说我们在说中国共产党好 或是共产主义好 我们做这一切 我们宣传这一切 是为了我们美国 不要变得跟中国大陆一样 或者是台湾一样 一个政府可以完全控制人民 疫情可以叫那些大白 把所有的人民关在家里 冲进别人的家里偷东西 把人无缘无故的抓起来 关到这个什么防疫舱里面 然后或者是跟台湾一样 可以用手机定位所有的公民 让人民彼此仇恨 健身教练凌晨4点 逼别人在工地戴口罩 还被全民夸赞 美国不想要变成 那个样子的国家 跟政府的制度 我们要建立一个 基督价值观的国家 还有社会 这个就是我们AI News 要从2023年开始做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